大家好 又是我Theresa 今天會教大家做Lunger Pigeon 動作 首先看看動作如何做 這是Part 1 先轉身 背部向著牆壁方向 然後將右腿踏前一步 將膝蓋跪向後方 將膝蓋跪向後方 還有些位置可以移動多一點 儘量將小腿貼在牆壁上 然後雙手按著磚 看看自己前腳 膝蓋和腳內是否一條直線 膝蓋和腳內是否一條直線 如果說少少推前都不行是沒問題的 但不如割腳趾 第一步我們吸一口氣 然後我們反一反手 你的手反手指向著後方 如果柔軟度比較好 直接手放在地上 然後大腿向內收入 不是平衡 然後肩膀向外打開 這個加深動作我幫Isa做一做 好 推一下 非常好 好美 好 然後我們會舉起手 容易平衡一點 可以舉起左手 按住在鏡頭上 手肘內收 好 舉起另一隻手 如果你不能離開磚或地 可以不需要舉手 這個選擇 手肘內收 可以的 再爬入一點點 再低一點 好 然後手肘向內收 夾 好 然後 我去過盆骨往前 然後你看到它現在可以再入心多一點 因為要離開多一點 它可以去到腳肘的位置 這個是再加深的 好 回來了 手慢慢移位 按住牆或地上 好 回來了 吸氣 呼氣 放鬆 好 現在移動一下 好 好累了 膝蓋往前 做個小肘的動作休息 如果你是練到不需要用鏡子去做平衡的話 你可以直接在原地做 下集 Part 2 就在腳肘的中間做